好,我们来讲SNP的Unrichable和TCP Reset 还有这句话 排错在乎细节 其实 网络设备 会给你提供很多信息 你为什么不会排呢?因为你根本不看 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懂怎么看 下面来看一下 两个最经典的网络现象 一个是SNP的Unrichable 一个是TCP的Reset 当然如果说你要了解这些网络现象的最底层的原理 那可能还需要去详细的听一下我的TCP IP的详解的那个课程 今天我们主要是 主要是基于现象来告诉你这些现象能够体现出来网络上面上面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故障做出来 我把故障做出来 我这个故障 在这吧 我先把故障做出来 现在肯定 R1PIN 10.1.1.1 R1PIN10.1.1.1 肯定现在没有问题 我先给大家确认一下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好,我把问题做出来 好 看一下效果 好,这就是可能你在网络排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可能有些人认为 忽略了 我觉得很绝大部分人都会忽略说 评不通呗 然后 怎么办不知道 OK 我也解释一下,如果说当你去ping ping的时候 如果说出了优,当然出了点还有点的办法 出了优是一个好事 不出优吧 如果出5个点吧,那确实难度会大一些 出优那就是好事 不要紧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应该debug 优我给你解释一下 优就是你得到了 unreachable信息 isnp的unreachable信息,这是一个好事 他已经 通过isnpunreachable通告你错误了 只是呢你也不看 看一下 我们debug ip snp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报错 你一定要理解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 首先要理解 这是谁给你发的 23.3 问题出在那个设备上 你可以看一下图 23.3是这个R3 是吗 比如说呢,你是从哪收到呢 是R3 这个设备上 收到的 你收到了一个啥呢 收到了一个 这个主机不可达 这么一个snp 请注意 虽然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去debug IP snp呢 因为虽然说都是有 有很多种 有 我说在这边 很多种 每一种 告诉你的信息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 这种信息 是非常 直白的 你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就是这个设备上 没有去往他的 路由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弄掉他了 看到了吗 在这边啊 当你看到了这个 当你看到了这个 unreachable 你当你出了U 一定要debug IP snp 然后呢 你看是谁发过来的 你就到这个设备上去修IP root 他就一定没有去往你这个目的的路由 理解 这算排错吧 我们今天在讲排错 关键是现象 关键是现象 这个 简单而直白的告诉你这个问题 好 那下面我们把这个路由补回去 他不是扫这个路由吗 我们补回去 他要通了 OK 理解 这是一个故障 理解 好 下面我们再来一个故障 稍等 有 哦 好 我们先 不做debug 是不是感觉 一样呢 都是U 请注意 此U跟刚才这个U 不一个U 不是一个U 所以说呢 在这边 只要有U 你一定要 我们再感受一下 这个U跟刚才这个U 它不一样 是不是长得都不一样 是不是一样吗 OK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又是什么东西 这又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 是这个设备告诉你的 是这个设备告诉你的 管理的强制不可达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错 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设备上去看 这个设备上一定会有一个过滤技术 它不一定是防空代表 我不能跟你说是防空代表 当然虽然说我今天藏的是防空代表 是一个过滤技术 把由这个设备到这个设备的流量给过滤掉了 是一个过滤技术 你要找过滤技术 请注意 你不要找路由 刚才你又直接查路由 这个你直接查过滤技术 就是过滤技术造成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列表 101 DNA IPN100 OK 过滤技术 这个东西就是过滤技术造成的 当然在这边 不一定是防空代表 可能是其他的过滤技术 OK 那现在我把它给干掉 你毛远吧 两个U啊 别看它涨的都要U 真的不一样的U哦 好 这是第一个是unreachable 第二个是这个过滤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普通的不太容易出了线 但是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 有可能你会遇到这么一个暴缩 当然我因为我今天全是用路由环境 我给你制造一个特殊的unreachable出来 随便啊 就是相当于我要去连10.1.1.1的TFTP 文件随便下写的 好 这个U也比较重要 有时候比如说 你可能会在某些设备上能够收到端口不可达 from10.1.1.1 当你收到这种 这种类似于这样的报错 基本上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在连10.1.1的某一个端口 当然这个信息里面没有体验出来啊 肯定有人在连10.1.1的UDP的某一个端口 我刚才说的是UDP的某一个端口 然后呢 这个10.1.1不提供这个UDP这个特定端口的服务 他就会让我远回端口不可达查处 理解 在随便 是有一个设备正在访 有一个人在访问 10.1.1.1的某一个UDP端口 但是10.1.1这个服务器 他并不提供这个UDP这个端口的服务 所以说他就会去回端口不可达 unrichable 也是unrichable OK 那么顺便再回顾一下 刚才不是讲Traceroot吗 Traceroot怎么能够去确定我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就是因为我刚才不是高端口吗 去发一个去往这个目的地的这个高端口 一般来说呢 服务器都不在那个高端口提供服务 所以说目的地会向员回一个端口不可达 那么你发起Traceroot的一个设备 收到了端口不可达 就终结Traceroot就结束了 明解 端口不可达 它会用到它 当你看到网络里面有端口不可达这个信息的时候 基本上能够说明有人在访问这个设备 的一个UDP的端口 但是这个设备并不提供 OK 说到了这儿 咱们就要聊聊Reset Tcp的事了 刚才UDP嘛 对吧 好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经常的排错的一些经验 当你去连接一个UDP的端口 不提供服务的话 那刚才就是端口不给了 如果说你去访问一个Tcp呢 就这效果 OK Tcp是什么呢 好 请注意 所以今天有些人完全不在乎细节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效果和我再给你改一个效果啊 马上我给你改个效果出来 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些人完全不关心这个事情 看一下 这两个效果一样吗 为什么有些人说他排错他就是强 有些人排错就是不行 因为他完全不关心 上面这个不同和下面这个不同有什么区别 请注意 排错 你为什么比别人强 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两个之间有啥区别 都是不同啊 对吧 有啥区别呢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两个有啥区别 再感受一下第一个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第一个这种一连啪气一下就断了 你要有种感觉就是 特别利落脆的啪气一下就断了 和一连就是 就是石森大海一样这么 就这么等 这两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感觉对你的排错非常非常有用 就像打球的球感一样 这东西就是对网络这种感觉 我也觉得 当你看到啪气一下这种反应的话 表示你一定收到一个reset 你一定收到一个reset TCP的reset ok 好 刚才说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访问一个 没有提供服务的UDP端口 他会回 ISMP的端口不可答 当你去访问一个不提供服务的TCP端口的话 你会收到一个TCP的reset 感受一下效果 你debugIPTCP package 应该回收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一下啊 你发了一个s1 立马就被踢了 ok 立马就被踢了 是4.1.1.1给回的 可以理解 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 这个没有 这个不一定是什么 我不能肯定是什么 有两种情况可以 可能 最可能的 就是这个设备 根本就不提供 这个端口号 理解 ok 还有一种可能性 请注意 还有一种可能性 有人说说 这种可能性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虽然说你看起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感受一下啊 你应该感受你应该觉得是两个是一样的效果 你没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错造成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吧 你看这两个现象你看得出来区别吗 看不出来区别啊 请注意这两个现象里完全看不出来区别 但是这两个确实是由不同的问题所导致的 但是从这个现象确实看不出来 我给你解释一下 第一个 确实我的10.1.1.1上面不提供这个动口号 所以说是10.1.1 真实的10.1.1给我发的一个reset 但是下面这个并不是 下面这个是ASA把它干掉了 看一下 是ASA把它干掉了 但是呢 当然ASA有个特殊的功能叫这个命令 什么意思呢 就是ASA默认干掉的话就是这种超时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有些防火墙 ASA确实有点问题 但是时刻的firepower新防火墙都有这个问题 你想想如果说你在玩防火墙的时候 防火墙往往有两种 有两种行为 一个叫做zop 一个叫做reject 拒绝 请罪 你要真正观察一下这个防火墙的经典的两种行为 都是干掉行为 一个叫zop 一个叫做reject 拒绝 丢弃和拒绝 请罪 丢弃就是你来一个包 你就丢了 来一个包 就丢了 你给客户的感觉就是超时 就这个 你知道吗 防火墙也可以去选择reject 一般来说防火墙选择reject行为 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TCP被它干掉 防火墙 就会去发送 一个reset 把这个TCP给干掉 所以说看好啊 所以说你感觉到 这种瞬间被踢到的感觉一定是收一个reset 但是这个reset 它不一定是目的发的 它有可能是防火墙发的 有人说怎么可能不是目的发的呢 那明显是10.1.1发的 OK 我给解释一下 防火墙发的reset你也得认啊 所以说防火墙会伪装目的 请再推 听听听听啊 防火墙会伪装目的给原发reset 伪装 10.1.1.1给你发reset 有人说防火墙自己发不行 你认吗 它发一个reset你就提了 不行 它必须得伪装10.1.1给你发reset 所以要了解 它是伪装10.1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识点说 它就是10.1.1发的 不 不一定是谁发防火墙 安全设备 咱们别说防火墙 安全设备 比如ips也有可能 它都可能会伪装目的给你发 所以说呢 当你看到reset 有可能是目的没有开放这个转口 也有可能是一些安全设备 主动的去伪装的发送reset 听见吗 这样的话 这个排数就是你的排数的经验 其实有在于此 你不一定要 有些人说 我认识点 根本都没有到目的地呢 是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这个东西 TTL 我让我想想 TTL应该是不一样 那你能知道TTL是几条吗 大哥 应该不一样我感觉 但是 但是千万不要看4.1.1 这个东西不靠谱 ok好 然后呢 还有一刚才我们继续说 还有这个就是超时 正常超时 正常超时那一般来说 这针对合影有可能是不可达 因为它如果可达的话 那就应该要么就三次握手了 是吗 那么 这个超时一般来说应该就是不可达 应该是不可达 但是还是一句话 不可达也是 不一定就是去不可达 有可能是回来不可达 再说一遍 这一会我们一定要认证给你分析这个问题 给理解 所以一定要了解 超时的感觉是什么 reset的感觉是什么 reset的可能性是目的的 端口不可达 也可能是安全设备的 reset 理解 这就是你排除的感觉 今天我们就主要是把那些感觉给找到 TCP reset 咱们说了 超时 这是reset 然后这是超时 OK 再随便 这个也有概念 就是防火墙的stop和reject 你解 stop就是超时 就是干掉 超时了 然后reject是有主动的发一些TCP的包给他剃掉 如果说好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说是 你是一个配防火墙的人 那你应该选择stop还是应该是reject呢 很明显应该是stop 就是 我干掉你 我不需要给你理由 在随便 我是做安全 比如说你是个做安全防火墙的人 那你就应该用stop 我干掉你 我为什么我还要给你理由呢 我就应该给你干掉 我不给你讲 为什么 reject相当于你要给他理由 不给你理由 如果说你做防火墙 推荐就应该干掉他 做不了他 不要用reject 不好 好 这顺便讲一个 ASA的小知识点 感兴趣了解一下 不了感兴趣就算了 就是ASA很奇怪 就是 凹棒流量 由内向外的流量 他干掉他会发reset 但是呢ASA inbound流量 他干掉他不发reset 讲究吧 你可以消service reset inbound 这样的话 不管哪 他都会给你发reset 所以说这样的话 敲动这句话就reset出来了 你见 当然你不想了解就算了 这个不重要啊 好下面又来一个问题 下面的问题是 刚才reject说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 unreachable reset再算讲完了 我们来说unreachable unreachable 确实对我们的排除很有用 再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 主机不可达是没有路由 是这个设备没有路由 特别特别清楚 然后呢 这个是 管理强制不可达 这是这个设备是有过滤 对吧 好 然后端口博家是这个服务 这个这个目的主机没有提供相应的端口 OK 好 那么下面的问题很有用 对理的 对于 网工而言排除而言是很有用 对于黑客而言其实也挺有用的 这的话我一发 你就说不要来了 这个地址啊 我们这没有换一个 黑客又换一个 然后呢他有发 你又给别人回unreachable 他说你不要撕了 这个我们公司内部也没有这个地址 你再换一个 你不再通风报信吗 就跟刚才我说过 像防火箱 做破就做破了 干嘛一定要给别人说 为什么你要做破呢 你没有理由给别人说 这个理由 所以说呢 一般推荐 在边界设备上 在边界设备上 要关掉 unreachable功能 关掉unreachable 好 现在呢我们 再来把这个unreachable做出来啊 我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再把unreachable做出来啊 我们看怎么关掉unreachable 我们继续拼 通打啊 我在R3上把这个路由给取消掉 好 怎么关掉unreachable 现在我们看看 你只需要在 比如说发的这个接口 发的应该是这个接口 23.3发的嘛 23.3发的 对吧 就是这个接口发的 就到这个接口下 敲 no ip unreachable 应该在 比如说应该在 领公司的边界做一些 防控制技术 然后呢 在边界面向互联网面向不可信网络 如果这个接口下面敲 no ip unreachable 这样的话 就比较开心的 达到5个点 啊 推荐在边界 边界这个位置 面向互联网 那个边界这个位置 一定要敲一下 no ip unreachable 我就不发了 可以见吗 好 如果说对内部 行罪 对内部 unreachable 还是对你的排阻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那顺便再了解一下 我再把这个打开 那好 有没有人了解 为什么这个是 一个U一个点 一个U一个点 一个U呢 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说 为什么会这么样 你看 感叹号就是 五个感叹号 点就是五个点 为啥U出个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呢 OK 这个为什么会出这个 我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unreachable 这东西 你想想 你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 你疯狂的向我发包 然后呢 我又疯狂的给你unreachable 我是不是吃多了 再想一个 我再说一遍啊 就说 你大量的DOS 哇 很多很多人滑过来 然后 甚至用超时零来做的 然后我收到这个包 我就哇 死尽给你放入去包 我说我是不是有病 你说 你说 我就是告诉你这个不同 我就是义务劳动 是吧 死尽吧 我死尽的 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说呢 默认情况下 死磕网络设备 对unreachable是有限速的 一秒一个 感觉差不多吧 是吧 一秒一个 好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 一秒一个也太多了 因为这么多 这么多人来访问我 那么一秒一个我也受不了 那好 你如果觉得一秒一个都受不了 那好 来一个这个 你可以调整一下限速 这是一秒 一千毫秒 这是十秒 理解啊 请注意 这是一千毫秒 是一秒 这才是十秒 看一下 效果 十秒给一个 那这个时候 就给一个优德 yes 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边 yes 一下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不可答就得了 你让我啊 随着你回我 是不是有病 OK 这就是这个 对unreachable限速 我再解释一下 如果说你面向互联网的边界 这种不可信的网络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弄掉它 如果说对内部 你可能觉得你工资比较大的 unreachable的量也会很多 那你也可以对 这个unreachable的信息 进行一个一定的限速 就要理解了啊 好 这个 干掉和限速咱们也聊了 好 还要聊一个分片 分片刚才其实咱们也看到过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刚才我们可以 你defbeat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干掉 它会告诉你是因为分片干掉的 这样的话你可以 不断的调整这个size这个值 来跟我探测一下 你的这个分片大概是多少 但是如果说有抓包 但是这个确实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确实debug的信息比较少啊 哎我看看如果说我debugit packet 会不会能够看得更细致一些啊 我的MTU是不是已经取消掉了 出接口啊 记住 debug确实给的信息比较少 但是其实如果你抓包的话 我如果再debugit packet 我看看这个能不能够给下更详细的信息 应该抓包 有些设备是可以支持那种直接告诉你 MTU是多少的 没有这个详细信息也没有 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 可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尝试 最好能够拿个wellshack这种软件能抓抓包 今天我不演示个事 因为今天我们只是用路由器自身的东西 是这么回事 有些路由器我不能确定所有路由器啊 有些路由器 呃是 直接就告诉你这不行 但是有些路由器会更加人心化 他会告诉你不行 而且他还会告诉你我这是MTU是多少 我给你解释一下有些路由器支持这个功能 就是他不仅会告诉你不行 而且还会告诉你我这MTU就是1000 你解吗 你吓死了 弄1000来就ok 有些路由器是可以支持这个功能的 当然有些路由器也不支持 所以说呢我不能够一定给你说这个 就看得到 但是有些路由器我非常非常确定 有些路由器一定能支持 不行 而且告诉你我这MTU是多少 有些路由器就说不行就不行 就是不行 但是至于我是多少 你猜 ok 不一定 有些是可能是可以的 我只能这么说 还有个超时 TTO超时 好 我给做个超时出来 你们猜猜是从哪做出来的 我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给做一个啊 好 好 好了 好 好 好 嗯 哎,超死了,看到了吗 像你转了 TTL全部转完了 完蛋了 OK,这就 已经给 TTL超死了 OK,那么你们觉得大概是 哪做的操作 一般来说这就是环 路由成环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 路由成环 你觉得 在哪做了一个什么命令出这个效果 你转成路由吧 在哪做 你是R1P,R1和R2 R1P你的inside 出的一个环 应该是和 我看一下那个地址 就10.1.1 这个你看不到 23.2 那可能是死在那 这一跳出的 那就是你R1和R2 都有默认路由 R1默认路由 R2其实不是默认路由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比较简单 R3默认路由 R3没有明系路由 R3不给明信 相当于 R2到R3,R3又反过来了 对吧 R2给R3,R3又没有 10.1.1.1的明系路由打回来了 这就重还 OK 所以说呢 你再真正了解一下问题 还是 还是点哦 再看如果说我不 如果说你们 就完全不管就是这么多话 这能看到什么 没有看出来任何东西 刚才那个MTU也是点 是吗 MTU也是点 然后呢 这个依然是点 当然了如果Unrichable会好点就出U 但你看 这几个其实有信息的 但是呢 你这么片是没有的 所以说 真的真的建议 如果你排错的话 稍微走一下debug IP SMP 这个其实轻量级debug 其实在就算在生产环境下 你做一个这个debug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轻量级的debug OK debug IP SMP OK 所以你看 都是点 但是 但是 其实后台有隐蔽的信息 你就错过了 后台的隐蔽信息就是 有可能有 这个基本上能够判断是你的 路由成环 还有那个MTU问题 是吧 所以说呢 你看 其实还是有信息的 千万不要认为 从这个角度来讲 千万不要认为只要是点 就没有信息 其实后台很有可能藏着 一些你没有看到的东西 对吧 点啊都是点啊 千万不要认为点都没有东西 点是有东西的 是有可能有东西的 这个我再把阿珊恢复一下 我不要这个 不要称欢了 这个我们看一下应该好了 这个好了 还有一个东西顺便再看一下 重定向 有可能你在项目中 你在做项目的事 也可能会出现 重定向的东西 这个时候需要 我这个 这个设备唯一就是这个地方 给你们展示一下 才出现的 这个redirec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direct 这个redirect 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pin 好看一下 有可能你会遇到在项目当中遇到这个东西 你们觉得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信息完整的给你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障 当然其实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故障吧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你看 你让我debug IPSMP redirect 基本上你看到这个现象 我给你讲 他在 我给你翻译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说 嗯 这哥们说的 我切出来 有时候我这个 那个半装弓那个意思 会烦我 这个表示是R说的 他说啥呢 他说你去往10.1.1这个事吧 你最好吓一跳走202.1 100.23.3 那基本上这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 这基本上说明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redirect指的网关指的他 在这边啊 我的redirect这个录录器 我的网关 指到了R2 R2发现 其实要去往你的目的 10.1.1 其实在相同 10点网络里面 有个最优的吓一跳 其实是23.3 你觉得什么 可以理解 这个意思 就是当一些访问他 他说其实哪里走 10.1.1最好的下一跳是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真的不想看 因为 有时候的网络设计 有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免 非常难免这种设计 有些时候还有什么 非常难免有时候你可能就需要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呢 如果说你 你由于这种设计 会造成大量的redirect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去 关掉这个redirect功能 就这个借口 No No IP Redirect 这个再拼应该就没有了 你看这就 没有了 OK 但是有可能你们在设计上就这种情况 有些特殊网络情况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设计 没有办法 但是呢 他就是会不断的去发这么一个东西给你 这个明显是 要么 你要么就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你就禁用redirect 可以理解吧 要么你就把路由调优 要么你就禁用redirect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我解释一下有些情况下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在这个接口下 把这个redirect 你干掉 就不发了 OK 认了 我就这么回事 没问题 好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路由不由的现象 但我给你解释一下 有些人说 他这个发有什么用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说是一个 IP routing的设备 我们的路由器肯定是IP routing的吧 IP routing是不接受这个信息的 就是给我发 是由 我是谁 我是路由器好不好 我路由器 我就流逼我就知道怎么走 你不用给我任何意见 我不听任何意见 你给我这个意见我也不听 路由器就在脾气 你为什么 你不是告诉我最优吗 你告诉我什么我路由器我不知道咱们走啊 你怎么给我建议我都不认你这套 那好 有谁能够真正对这个东西有意义的呢 有 如果说你把这个路由器你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说你把这个路由器敲 No IP routing 或者说一个二层交往机 这招就好死 这招直接会让 No IP routing的设备 添加一条临时的路由直接就优化了 OK好死 No IP routing No IP routing就说 我不懂 我不懂什么叫路由 你建议我这么走 好 这么建议好 那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就走了 可理解吗 No IP routing就会认你这句话 他就会调优他路由 没问题 但是IP routing的路由器再打也能听你的 你跟我说那我是路由器呀 开什么玩笑呢 你跟我讲 有 我不信这个 路由器你再怎么发他都不打理你 在这边 No IP routing 你只要发他就认你这个东西 所以这东西是有用的 在这边 有用的 好这个部分咱们算讲完 Unrichable Rresident 我们差不多讲了好久时间 这个东西很有用的 这些现象 一定要好好看 所谓的排错的能力 就是在于自己对现象的理解 啊 在这些衣服的能力 这些衣服的能力 而是 这些衣服的能力 利用自己的能力